现在定居海外的中国人 他回到中国之后都有一些观察嘛 这里面有很多人 他是对中国的改变是很震惊的 因为长期生活海外的人 他突然一次回去 他会发现很大的变化 好像说你 你如果几年都没有见到某个人 你就会对那个人的变化 很明确的感觉到 反倒是在中国的中国人 他有的时候他会有一种 就是错觉 就是好像那个变化没那么大 因为他那个变化是一天一天发生的 那但是海外中国人回中国 对中国的观察 有的时候还蛮值得一看的 因为他突然 他就感觉很shock很震惊的 有一个人发了一个推文 他说他有一个同事呢 是钱粉红 也就是说爱国 但是不到疯狂爱国 就不是大家看到的 那一个精神病的那一种爱国 但是说爱国嘛 还是蛮爱国的 钱粉红 说暑假期间回国 然后聊天的时候 问他回国怎么样 他直接来了一句说 中国完了 中国完了 那他说他是在香港 转机飞往上海的 在香港和上海 都要经过边检安检 香港的边检人员很文明 很顺利就过关 但一到上海 就感到失去尊严 安检对他的态度 粗暴生硬 像审问犯人一样 问了他许多问题 那重点在于 他的海外身份 他一定是有海外的国籍 至少有海外的绿卡 是他的身份问题 应该是 然后 安检问他说 你为什么在国外 待了五年才回国 他说疫情 你们不让我回国 安检问你 这次回国待多久 他说一个月 安检问为什么那么短 他说我还要回美国工作 安检问你是做什么工作 他说是老师 安检问你在国内住在哪 回国期间干什么 你以前是干什么 大家请注意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他是问间谍的 问潜在间谍的 知道吧 这个很明显是问潜在的间谍的 就是你看你为什么在国外待五年才回中国 待多久 为什么待那么短 做什么工作 在国内住在哪 回国期间干什么 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在排查间谍 排查美帝国主义 派到中国的间谍 然后他说他这只是开始 他后来从上海到南京 步步惊呆 最触目惊心的是 无处不在的红色标语 关键词全是习近平核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他以为不小心穿越到了文革 他回去还见了前男友 前男友意气风发 他已经成为了光荣的街道办公务员 主要工作就是张贴标语 会面后他赶紧删除和他的一切联系方式 不得不说他回国这一趟收获不小 至少治好了他的粉红病 至少治好了他的粉红病 不粉红了 回国一趟不粉红了 然后有人问他是绿卡还是外籍 他说是绿卡 绿卡 然后也有人回复说情况属实 跟他回去一趟感受一样 也就是说抓间谍 抓间谍 这应该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非常 就是非常明确的一个状态了 如果说中国的普通民众 还在抗拒这种民粹主义的话 你们能看到 就是那个嘲讽那个 恨日本人的那些人 他们在抗拒这样的民粹主义 但是当这是中央政府的力量 往下压的时候 这种抗拒 他能在多大程度上 延缓中国民粹 民粹化的这个状况 不好说 只能说中国人民加油 但是当他是中央政府的力量的时候 他是非常难的 他是非常难以抗拒的 那你就好像说 南投县政府的这个状况 那是台湾是民主国家 台湾是有监督 但是你监督的人没有行政权 你监督的人没有办法 让南投县政府 把该撤走的 有肾病的 有心脏病的 孕妇 撤走 没有办法 这是只有县政府 曾做到的事情 那南投县的议员 他也没有办法 能够获得那些人的联络方式 电话和住址 也没有办法 来协助国军 来做有效的救援 不让国军一趟一趟的扑空 你监督的人 议员 立委们也没有办法 能够在这种 就是分秒必争 的这个时刻 一声令下 那就能够说 把这个 就是需要做的这些 所有的这些工作 去进行推动 知道吧 就是监督不是无所不能的 一个民主国家 也不是无所不能的 因为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政府的 他才有行政的这个权利 他才有他的行政机关 他也本来就应该 担负这样的责任和义务 他不去做 你监督的人 你可以骂他 你可以揭露他 但是 但是当一天 两天三天的区别 就是人生存与死亡的区别 人活着与死了的区别的时候 监督能有什么用 监督可以在现在此刻 大家出来骂南投县政府 骂许舒华县长 但是你能够回到过去 把那些该撤离的人 撤离走吗 不能 你能给到国军 正确的资讯 让国军能够及时的 赶到应该赶到的地方 把人救出来吗 不能 不能 都不能 对 所以说南投县人 你不去投一个可靠的 一个政府 你不去选上一个好人 做你的行政官员 那这个后果是致命的 这个后果 可能是生存与死亡的差别 对 民进党的这些议员们 立委们 事后会为你发声 事后会说你南投县政府 你干什么吃的了 你行政有问题 会追究 他们的这些 可能有的这些责任 但那有用吗 人已经死了呀 你有用吗 那好像说现在 他们说那个仁爱乡 国民党拿了七成的票 仁爱乡 国民党拿了七成的票 那这就是你自己 投出来的结果呀 这是你自己 投出来的结果 当你把行政权力 交给了一个坏人的时候 这就是结果呀 所以说回一趟中国 把前粉红的粉红病治好了 但是中国的状况 中国就在民粹化 这个是蛮明确的 但是很多中国人在抗拒 只能说希望这些 抗拒的中国人们 能够拖延这个进程 这国民党 是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 绊脚石 好多人说李登辉 但是 李登辉是 蓝皮绿骨吧 其实就等于说 台湾民主化了 没有错 但是台湾民主化的根基 是台湾本土派 还有一堆蓝皮绿骨的 知道吧 国民党的功劳 国民党 甚至你说 蒋经国有没有点功劳 有的 但是蒋经国 对国民党也很失望 不然他就不会选一个 蓝皮绿骨的李登辉 因为他知道说 台湾的未来 必须由台湾本土派的人 执政 知道吧 台湾的未来 在台湾的本土派 谢明文说 李总统 希望政党政治 也不是绿骨 我定义的绿骨 就是台湾本土派 这是我的定义 好吧 我不把绿专属于民进党 你好比说激进党 是不是绿 是绿吧 激进党 你们觉得算不算绿 算绿吧 就等于说绿 不是民进党专属的色彩 大体上我们说绿 在台湾 我们是属于本土派 本土的精神 对 所以我说李登辉 蓝皮绿骨 就是说他背着国民党的蓝 他内心是个本土派 是本土台湾人的立场 是台湾本土价值 台湾本土精神 那所以我说李登辉 是蓝皮绿骨 我觉得这个大致上 大家应该都能有共识吧 绿不是民进党的颜色 不专属于民进党的颜色 应该这么说 绿不是专属于民进党的颜色 绿在台湾 目前的政治上 是属于台湾本土价值的颜色 所以要不怎么 有人说大绿小绿 对不对 民进党是大绿 激进党是小绿 是不是 对吧 这是我个人 对绿的一个理解了 就是从理念上 从思维模式上 李登辉是个纯粹 台湾本土价值人的思维模式 就你们提到 我看到你们说 江启臣也想把 国民党本土化 江启臣他们都没有 他们没有 他们没有本土化的 思维模式和视野 没有 就是国民党 现在的青年一代 没有人有这样的 思维模式和视野 嗯 没有 国民党的现在的年轻一代 没有任何人 有台湾本土价值和台湾本土意识的思维 那个思维的核心就是台湾 就是万事以台湾为中心 万事以台湾为中心来思考 万事以台湾人为中心来思考 对 有这样意识的人都被撵走了 我觉得李登辉是个非常典型的台湾的本土派 台湾的本土价值的实施者 捍卫者 嗯 对 所以说就是在这个意义上 所以说我觉得 就是 就至少 我觉得 那个时候 蒋经国最终他 他知道台湾的未来 在台湾的本土派身上 不在国民党身上 除非国民党变化 对 不然不在国民党身上 对 所以说台湾人民 你们也要清醒 连蒋经国那个时候都看懂的事情 你们现在更应该看懂 台湾的未来在台湾本土派身上 哦 就是说 赖清德当然是台湾本土派 但是 总体而言就是 有台湾本土精神的人 才是台湾的未来所在 对 就是大绿也好 小绿也好 是绿这边的人 必须是绿这边的人 嗯 因为蓝反正也快红化了嘛 我们先试试一下